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第一次下车给大家拍摄视频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厦门站南广场的一个充电站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厦门站 然后这个就是充电站了 这一个品牌是星星充电 应该来说这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充电站 但是 比较搞笑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充电站 竟然没有厕所 真的是 像这个的话是幻电站 这个没有看到logo 但是我知道它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公司的换电站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听说市值居然过了万亿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之所以知道它是宁德时代 是在另外一个充电站 有看到一样的装置 像这样的充电站在厦门已经有不少了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增多 然后配套的充电站 然后配套的充电站 这一座山吧 很矮的一座山 金榜山 金榜公园 也算是厦门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 厦门公园也是很多 前面这个是什么 这些建筑的话 都叫不上来名字 现在好像是 没有火车进站 就算有火车进站的话 好像这个角度 也拍摄不到 这已经算是厦门市区的核心地段了 那实际上大家看到高楼大厦 比起香港的密度还远远不够 如果在香港市区的话 我估计高层建筑的密度 是画面中的至少三倍以上了 所以说换句话来说 厦门的土地供应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充沛的 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充电站 其他的充电站的话 充电桩可能少的 只有十几把充电枪而已 好的 今天这里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